你天天天天吹 四五十万新能源也要 你现在怎么怎么地吹得天荒乱坠的 其实咱们反观市场国内来讲 大部分售价范围的车型还是十几万二十以来 并且很多人都是燃油车 对吧 作为第一台车一定要足够的稳定 而且很多北方的地区呢 他们其实对新能源并不感冒 还有一个呢 大家关注什么新能源再选 其实燃油赛道也再卷 卷到现在人剩下来还能活下来的车型 基本上就是必然选的车型了 那这次呢 咱们试驾了这台第四代CS75PLUS 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型 就是驾驾报观众员 那么这次呢 咱们试驾车型 就是在我身边的第四代CS75PLUS 那其实先说这台车的一个背景 就像咱们开头想的能够卷的 现在还能活还能卖的 也就贬选真没毛病 这车卖到现在二百六十万辆百万用户 除此之外呢 这次作为第四代的车型 整个外观上有些小的改变 咱们快速的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前点的设计源 并且呢 还用到了它的一个发光的车标 还有一个光线的灯带 新增的一个颜色 这个有点浅蓝色的感觉 然后有一个重点什么呢 就在于它的一个隐藏式门把手 其实它在之前的车型上 用的都是一个实体的把手 没有隐藏式 那时候呢 其实我就说嘛 我说 其实相较于这种十几万的家用SUV来讲 你最重要的就是家用性 特别在北方 对吧 冬天下个雪 早上一起来就冻上了 没必要 就那个实体的方便 那为什么第四代的车型它改了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个隐藏式门把手 往外弹的那个流举是50牛米 那这台车呢 做到了80牛米 那面向雪场之后呢 北方的使用感受如何 关于这部分 咱们后面也可以跟一跟 那至少我觉得 之前你不用这个设计是为了使用 放弃了美观 可以那么说 审美这个东西呢 尽人有利 但至少我来讲 我觉得隐藏式好看 那现在呢 它做成了隐藏式的同时呢 又保证了使用性 如果在使用的应用场景上没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设计是OK的 然后整个尺寸方面 2米8的轴距 4770的长度 这个呢 也是历代的CS75系列 最大的一个家伙 最大块的一个家伙尺寸的车型了 后面贯穿的尾灯 然后这个尾灯的内部灯枪结构有点小细节啊 它并不是一条线 里面有这种格子 然后呢 logo也会发光 然后后备箱部分呢 这次有一个小巧思啊 小设计 就是它的这个备胎下面的空间 是可以做一个下沉的 那么在下沉之前呢 610升容积下沉之后呢 就是725 那这部分呢 可以分享给大家 行 外观的部分就到这儿 咱们也不啰嗦 去车内 然后关于内饰的层面呢 这次的一个大彩电 大沙发 也都安排上了 先看整个中风屏 它是采用了一个三电瓶的设计 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有点小M9的感觉 同样都是这种一块屏 然后有黑边 然后呢三块屏放上去 啊 这个设计我觉得ok的 并且还有零重力座椅啊 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打开之后 整个躺子还是比较舒服的 在这个价位下放这样的配置 我觉得放在2024年 对于供应链的成本来讲 是已经能够做到的 但是能够拿出来的厂商呢 并不多 那么长安呢算一个 确实整体的配价 比觉得还是挺到位的 呃 第二个就是它的整个用料 这次在这个工程师的workshop上面呢 其实是聊到了一个点的 就是说到78%的都是一些软包 那其实没什么概念的话 其实可以看一下 你看去 你就看特斯拉 对吧 20多万啊 包括那些盒子的也好 或者自如也行 你看这台车 包括它的一个中共台用的脊皮 它的一个门板用的脊皮 还有这些软包的材质 还有这些木纹的试板 那其实这一块的成本 我觉得给的还是挺高的 啊 这是一个用料部分的这个信息 反正坐上来绝对不是十几万的车 这次的整个类似坐舱的升级 包括用料和设计 还有应用场景的这些体现 我觉得OK的啊 还有就是它这个解锁的部分呢 我觉得有点深蓝 那个L07的那意思啊 然后它的一个方向盘 多功能按键 也是深蓝L07那一套 就是长安现在基本上就是 供应商应该是改过来了 现在呢 基本上都是一个悬浮按键的形式 去控制它的一个多功能按键区域 OK 这部分可以分开大家 除此之外呢 附加娱乐评 看电影啊什么的 咱们就不做赘述了 然后整个中共评 有各种的应用场景 情景模式 包括小气模式呀 观影模式 还有开歌模式 观影模式其实就是功能的联动 打开腾讯视频 会有一个临重力座椅 坐舱的一个联动 然后黑歌 这些就不做赘述 然后想聊一下什么呢 有一个 场景模方的这个点 那这个点特别有此 今天我一拉车 我一踩刹车一换档 然后他就说 欢迎这个驾合报告带 对吧 老师来体验试驾什么的 那其实这个呢 是可以自己DIY去进行一个设置的 那其实这个就会让 这辆车很有温度 你就想象一下 就是某一个重要的经验日 然后你可以设置 如果啊 车辆进入低档 那么且日期呢 在你们的纪念日 那天在那个时间范围内 他就会有一个依次执行的联动 包括可以控制语音播报 包括可以控制空调 还有音乐的内容 桌央链的开关程度 那其实这样做起来之后呢 落地到应用场景之后 我觉得能做的事就特别多 就比如说我要泡一姑娘 是吧 然后呢我就拉在什么星空音地 设置往上几点 然后一上车我啪 我一挂地档对吧 然后一个表白对吧 然后这个照样哪一打开 然后往上一躺 临终的座椅是吧 然后就是星空 你说这事不成都懒你知道吧 OK 那么现在关于行驶感受的部分 第一个它变成了怀挡 变成怀挡之后呢 我觉得更顺手吧 除此之外呢 在它的一个下方的挖槽的空间呢 也会变大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啊 必然的结果 那这样做的好处呢 其实它一直都有一个主线 这次呢只是更加的把这个主线贯彻了 那其实75plus 我觉得它的一个最大的卖点 我也跟很多的用户聊过 他们给的答案里面呢 大部分的就是说 这车的小储物空间很多 那么他们的应用场景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说孩子的那些小玩具 小东西啊 随手就能放上 我觉得这个挺棒的 除此之外呢 关于家人感受 那就是输入性调教咯 这部分也没少说了 说这些啊 这些神流鬼蛇的玄学的东西 不如你们自己去试驾呀 但是呃 我觉得最明显的感受 能够客观聊啊 有这个技术支撑 并且有我自己的主观俯成的 这个点可以分给大家 就是它的一个 呃变速箱的点了啊 这次呢 其实爱信是 开放了底层的一个框架 给长安自己去做专条做研发的 那这次呢 这台车 我们不管是在高海拔地区 新年高海拔 咱们干到了两千 或者说在那个 在呼罗浩特的市里 可能一千出头 一千一一千二左右 那这台车整体的表现 在市区也好 在国道也好 或是在草原也好 高海拔 低海拔 整体的这种动力小应 以及它的一个调动性 还有这种顺畅的程度呢 是OK的 我觉得做的甚至比 它前代的车厢还要好 然后这台车呢 就是这些了 我觉得这次的升级 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外观部分 我觉得更加的科技 连轻化 并且呢 就像我说的 确实有那个技术底预 对吧 超于行业水准 整个隐藏二把手 保证了实用性 以及它的一个颜值 在这个技术上呢 大彩电 大沙发 然后呢 更足的用料 OK没毛病 更好的空间 更大的空间 更不错的空间内容率 然后更不错的 这个总绳调校 底盘也是OK的 然后动力总绳 开起来更爽 然后还有什么点呢 就是它的一个油耗了 这次呢 在那个Workshop上呢 分享的一个点 就是它能够用 58升油箱 跑满续航 超1000公里 那么算下来 即便是燃油车 我觉得这个油耗 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 已经够低的了 还有一个点 就是安全了 对吧 那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优利魏被那个卡车 测翻 人没事的 那个视频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 当时还是挺热的 然后放出龙架构嘛 这个CS75plus同样 优利魏同款 引力家族的 说到最后呢 保证了原基础 就不错的一个调性 就是它的一个 卖点的基础上 对吧 市场已经认可了 有口味的一个产品 在做这种提升 包括配价比也好 包括它的一些空间 针对于它的主线 再更加的贯彻也好 落到最后 9月份这车上来了 你们觉得销量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 依旧保持原有的高水准 是没问题的 OK 那你们觉得新的 第四代的CS75plus怎么样 可以在评讯里面讨论 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次再见